生 出 好像寫得不夠重 還更重 寫字其實很麻煩 每個人都有一個定性 習性 不管這個人多厲害 其實多多少少都有 有些字都偏重 偏輕 不管寫什麼字 其實自己在寫發現 每個字的特色我們在表現的時候 雖然知道他要寫成這樣子 可是永遠都會差一點點 這是一個難度 假設你一般來講 入鐵的深度不足 像這種教學影片 其實深度也不是很足 應該不是寫他寫一輩子 不 這種教學影片 像這種教學影片 大部分都只是 應該說是敲門裝 屬於個人經驗 個人經驗有時候就很難推推到其他人 所以還是要靠自己手上功夫去練習揣摩 這邊要對齊 然後這本來應該往外鼓出去 可是這也沒有寫得很直 所以他的選擇性 其實變化性還真的是蠻高的 來 這邊就是細的橫畫 只是分長短 那這裡又來一個他的絕招了 超重而且又有弧度 這是他最要表現的方式 這有點說應該是岩體的特徵啊 是 是的 米畫少 看起來他把它寫得比較偏 一撇就開始偏重 然後橫畫一樣保持細緻 塑畫 塑畫有加重 但是還是一點點而已 好 是 寫得好直喔 直挺啊 塑畫有時候寫得好直喔 一般人喜歡把嚴正英寫得有點弧度 其實在這一篇裡面未必每一個筆畫都有弧度 像這個如果單單拆開 寫到現在 你以為要寫誰啊 未必像嚴正青啊 因為看起來都好挺直 進 孫 孫左邊的子 重量感十足啊 一開始就偏重 這個圓近的逆式 下面開始瘦的 這裡瘦的 等於說這個字是 連這個都瘦了 通常他都寫得很重 連這裡都瘦了 那等於說左邊重 右邊輕 那可能考慮到 右邊的筆畫真的比較多 所以寫輕一點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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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